但是美国这位高中生请来 他认为最美丽的女人 就是他高龄90岁的曾祖母 担任他毕业舞会的女伴 和幸运的对象一起参加毕业舞会 是美国高中生最期待的人生大事 不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 一名17岁的高中生何姆 却把这个一生一次的难得经验 和他的阿奏一起分享 只因为他觉得 其实何姆已经参加过一次舞会 不过因为今年找不到舞伴 因此兴趣缺缺 阿奏开玩笑地跟何姆说 可以找他一起参加舞会 阿奏的一句玩笑话 却让何姆真的带他去参加舞会 学校也因此破例 让年纪超过21岁的人参加毕业舞会 时隔75年93岁的阿奏 阿奏又精心打扮再一次参加了毕业舞会 何姆的笑心引来热烈讨论 美国媒体也大幅报道 何姆还说 明年还想再带阿奏去参加舞会 不过他的阿奏却说 记者 苏江龙 最好报道